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实版 新侄子全部告上法庭 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例女子通过法律手段 主张财产继承权的案件 那么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是怎么发生的 它在诉讼中又有着怎样智慧而勇敢的表现 华东理工大学秦涛将为您讲解民国女权第一案 桃门遗产风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大家都知道 按照咱们今天的法律规定 这一家里面如果是有儿子和女儿的话 那儿子和女儿他们俩是平等的享有继承权的 但是想必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传统的做法是什么呢 这家里面有儿也有女的时候 这儿子和女儿之间的继承权 它就是不平等的 那么在继承遗产权利的问题上 什么时候男女才是平等的呢 它肯定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和代表性事件的 咱们本期节目将要介绍的就是被称为民国女权第一案的盛宣怀后人遗产纠纷案 这个案子当时可是轰动上海滩 甚至轰动了全国 就连被称为民国第一家族的宋氏家族也高度关注这个案件 宋氏三姐妹亲自过问了这个案子 那么这个案子是怎么发生的呢 它又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啊 我们呀还要回到这个案子开庭审理的那一天 1928年的9月6日申报报道了一则消息 在前一天呀 也就是9月5号这一天 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公开审理了 一起轰动全国的遗产纠纷案 这个案件的影响是非常大 法院内外是人山人海 很多记者呀早早的就等待了法院门口 不少法律界的专家呀也是亲自到场 但是呢 大家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原告和被告到场 开庭的时间到了 法官呢把法锤一敲开庭 法官先问原告来了没有啊 原告代理律师站起来说 原告今天不出庭 有本人呢全权代理 法官转到另外一边 问被告来了没有啊 被告方面也是完全一样的情况 这个事情啊有点新鲜 社会关注度如此之高 事情肯定不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原告和被告好像是约好似的都没有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告和被告啊都没有来 咱们今天看着有些新鲜 但是当时的人们却都是非常理解的 这是因为啊一名原告和五名被告 他们不仅是至亲骨肉 而且啊他们还是名人之后 大家总要维护一下家族的声誉吧 那么他们是哪位名人之后呢 这位名人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盛宣怀 盛宣怀自姓孙 套武斋 江西常州人 他是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人 1870年 盛宣怀开始在李鸿章军前当幕僚 后来以帮助李鸿章主办洋务企业逐步起降 历任天津海关道大理寺少青会办商务大臣 办理商务税士大臣 加太子少宝贤 公布左侍郎 游船部上升等 还被格外贾恩在紫禁条骑马 但盛宣怀地位的重要性不仅在官场 还在于实业 他一生创办主持和控制的实业 在当时都是首屈一职 他被誉为中国实业之处 一生以十一个第一文明理事 如第一个民用困治企业轮船招商局 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铁平空司 第一个电报局 第一家民航 第一所大学等等 盛宣怀作为一代官商 创办了大量企业的他 也积累了巨额财富 1916年 72岁的盛宣怀在上海并逝 给家人留下了庞大遗产 或许是让他感到欣慰和自豪的事情 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后来他的儿女却因为争夺家族遗产而对捕公堂 这起发生在豪门望族的纠纷 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那么这个案件双方是什么人呢 原告叫盛爱怡 是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 被告咱们前面讲了一共有五位 哪五位呢 分别是盛宣怀的四子盛恩怡 五子盛崇怡 七子盛生怡 和两个孙子盛玉游盛玉常 那么这么看 被告就是盛家的五方男丁 原告和被告的关系是什么呢 不是兄妹关系 就是孤侄关系 虎肉至亲他们对簿公堂 的确是不太光彩的 他们争的是什么呢 争的是盛宣怀留下的一笔遗产 这个案子当时最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呢 原告 也就是盛爱怡 居然是个女子 而且呀 她不仅仅只告一个哥哥 她还把整个盛家的五方男丁啊 都给告了 所以啊 在当时的人看来 七小姐的这个举动 实在是有点离经叛道 那么这个盛爱怡 为什么如此的与众不同呢 这呀 还得从盛爱怡啊 从小的经历说起 盛爱怡呢 是1900年出生的 她呀 是上海太有名的才女 精通英文 能画善秀 这位盛爱怡 盛七小姐啊 不仅仅有才华 她还有啊 女性独立 男女平等的思想 这在那个时代 可是不多见 更何况 她身在盛家 这样一个传统的封建大家庭 她的思想 怎么如此的与众不同呢 咱们看她的人生经历 盛宣淮去世的时候啊 七小姐刚刚16岁 她的亲生母亲是谁呢 是盛宣淮的正氏 庄德华夫人 她出生于长州大户人家 是状元之后 七小姐盛爱怡啊 是庄德华夫人 唯一的亲生女儿 可以说啊 她是深得母亲的真传 她16岁的时候啊 就陪着她的母亲 出入于各种社交场所 帮母亲啊 来管理巨大的家庭 在母亲的指点下呢 七小姐盛爱怡 不到20岁 就见多识广 变得是伶牙历史 上海滩呢 都知道 盛家有个七小姐 用咱们今天的话讲啊 七小姐就是一个女强人呢 所以她有男女平等的想法 那还真是一点都不稀奇 那么我们这位七小姐盛爱怡啊 把盛家的五房男丁告上了法庭 她究竟向盛家五房主张什么东西呢 七小姐的要求是这样的 我要和你们这五房男丁 平等的分配盛宣怀的遗产 他的这个要求啊 被盛家这五房男丁是一致拒绝 开什么玩笑 女儿怎么能有遗产继承权呢 盛家五房的这个观点啊 它是有传统依据的 依照咱们中国传统的观念和传统的法律 家里呢 只要有儿子 那么没出嫁的女儿啊 就只能获得一笔装脸费 也就是啊 只能获得一笔嫁妆 嫁妆给你了 嫁妆以外的家产和女儿没有关系 比如呢 唐代的开元令 护令中啊 是这样规定的 诸应分田宅 及财产者 兄弟均分 其未娶妻者 别与聘财 不姊妹 在世者 简难聘财之伴 说呀 这家里头的遗产呢 男性的兄弟们 平均分配 没有娶妻的男性呢 还可以啊 另外获得一份聘礼 给他呀 娶妻份下聘用 那么 没有出嫁的女儿啊 可以得到一笔嫁妆 嫁妆的数额是多少呢 是家里啊 男人娶妻聘礼的一半 明清时代啊 一直到晚清民国初年 法律的规定 是越来越严苛 一家只要没有护绝呀 就轮不到女儿继承财产 什么样的情况叫护绝呢 简单的说啊 这家的男人 全都死光了 也没有过几个男人呢 顶门 在这种情况啊 才叫护绝 以圣家为例 按照传统的观念 圣爱仪挑战的是什么呢 那就不仅仅是啊 圣家男性的家长权威了 更是传袭了数千年 男尊女卑的传统 因此啊 圣家的五房男丁 乃至啊 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 都认为啊 七小姐的这个要求 是比较荒唐的 圣爱仪作为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 她为何不顾被人非议的风险 要求与家中男子平昏家产 他们的父亲圣轩怀早已去世 作为此女的 为何在十二年后 还为圣轩怀的遗产问题发生纠纷 而对于如何处置巨额家产问题 精明的圣轩怀早就立下遗嘱 做了规划 但她的精心规划 为何没能解决此女争产的问题 华东理工大学秦涛继续为您讲解 民国女权第一案 豪门遗产风波 既然是遗产分配 那么圣轩怀这样的一个人物啊 不可能没有遗嘱吧 她呀 在遗嘱里是这样安排她的后世的 第一啊 安排了妻妾的养老费 这个费用啊 被称为遗养费 为什么叫遗养费呢 遗养天年的费用 第二呢 没出嫁的女儿的嫁妆要给 叫装脸费 第三啊 前面两笔财产呢 先划拨出来 给自己的妻妾女儿 剩下的财产一分为二 一半给自己的五方儿孙呢 平均分配 另外一半呢 成立一个叫余斋益庄的组织 咱们前面讲过 圣轩怀他是什么 好余斋啊 以他的好 命名一个益庄 叫余斋益庄 这个余斋益庄啊 咱们简单的类比一下 大致相当于啊 咱们今天的慈善基金会 但是呢 圣轩怀啊 没有在自己的遗嘱里 非常仔细详细的 讲这个遗产该怎么分割 为什么呢 原因呢 只有一个 圣轩怀啊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啊 究竟有多少钱 因为啊 他的钱啊 需要统计 数额呀 太过巨大 那么统计了没有呢 圣轩怀死后啊 圣家公推 圣轩怀老领导啊 李鸿章的长子李经芳 做呢 遗嘱监督执行人 李经芳啊 和一帮啊 助手 用了四五年的时间 直到啊 一九二零年 才基本查清楚了 除去前面给妻妾的 遗养费 给未嫁女儿的 装脸费之外呀 还应该有多少财产要分呢 约为白银呢 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两 圣家五方儿孙呢 分掉这其中的一半 五百八十万两白银 五百八十万两白银呢 除以五 一房啊 一份 余斋益庄呢 他的本金 五百八十万两白银 余斋益庄啊 其实就是个基金会 益庄的资金分配啊 原则是什么呢 分配 立动 本不动 也就是说什么呢 五百八十万两白银啊 这是个本金 这个本金是不能动的 所谓不能动啊 就是不能把它分掉 花掉 你可以啊 把这个本金拿去做买卖 置办资产 由这个本金的经营啊 产生的利钱 利润呢 这是要分配的 其中啊 四成是用来做公共慈善事业的 修个路啊 架个桥啊 开个医院啊 之类的公共慈善事业 其余的六成啊 是给盛家人呢 自己用的 盛家的公共开支 比如说 祭祖 家里的人呢 有婚丧嫁娶 上学 看病啊 这些事情啊 他是有花费的 由谁来支出呢 从一桩立钱的啊 六成中支出 讲到这里啊 我们不得不对盛宣怀啊 挑一个大拇指 盛宣怀啊 作为一个极其成功的商人 当然他也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官员啊 他呢 对中国啊 传统的家族财产传承方式的认识啊 是相当之深刻的 一个父亲 辛辛苦苦创建了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啊 就好比一只下蛋的鸡 能赚很多钱 结果呢 老子一去世 几个儿孙呢 把这个企业一分 财产一分 这个家呀 就离败掉不远了 再遇到子孙呢 能力不行的 有败家子抽大烟的 那么 什么现象就会出现了呢 富不过三代呀 这个益庄啊 实际上就是 类似于家族基金的 从设计上看 它是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呀 家族财富传承的方式 那么设计如此完善的财产分配制度 为什么还会让圣家子孙之间产生纠纷 甚至闹上法庭呢 圣轩怀当初规划设立 于摘义庄家族基金 为的是让家族财富保值升值 保圣家子孙长久富贵 他的后人为何不理解他的这番苦心 反而要挂分财产 甚至从来没对圣家财产 有过挥分之响的圣家七小姐 此时都冒着受人非议的风险 提出要分以为更 这又是所谓哪般 华东理工大学秦涛继续为您讲解 民国女权第一案 豪门遗产风波 圣家是个子孙众多的大家庭 为了家族的兴旺稳定 圣轩怀绞尽脑汁 设计出一整套完善的遗产分配方式 并拿出580万两白银 规划设立 于摘义庄家族基金 并规定 基金的小部分收益 投入公益慈善事业 其余大部分收益 由圣家后人享用 以确保整个家族成员衣食无忧 而圣轩怀去世后 于摘义庄也确实按照 圣轩怀预计的那样平稳运转 七小姐圣爱怡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都很融洽 生活过得安逸而平静 然而这样的平静 却在十年之后的1927年 戛然而止 这一年 圣家发生了一场巨变 这场巨变也间接引发了 圣爱怡与家中 五方南丁的纠纷 这个官司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1928年 而前一年 也就是1927年的时候 圣家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变 什么事呢 圣家的顶梁柱 庄德华夫人去世了 庄夫人是圣家的当家人 她可不是一般的旧社会老太太 她本人精明强干 把圣家庞大的一个产业 打理的是井井有条 但是到了1927年 庄夫人去世了 在家庭之内 就没有人能够约束圣家的某些不孝儿孙了 对外呢 也没有一个非常有权威 有能力的人来经营 圣家如此庞大的产业了 圣家呀 这艘不太坚固的大船 失去了船长 如果外部环境风平浪静 圣家肯定还能多支持几年 但是到了1927年 圣家的生存环境 是前所未有的恶化了 咱们知道 晚清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 圣家所处的外部环境 是非常优越的 为什么这么说呀 这一个时期啊 是谁当政呢 北洋军阀当国 圣宣怀和北洋军阀的大佬们啊 那交情是非常深的 不仅如此啊 圣宣怀为了加固啊 与北洋系大佬之间的关系啊 他呢 还通过家族联姻的方式 与北洋高官呢 拉近关系 从这个角度上看呢 圣宣怀啊 为圣家的儿孙 留下了极为丰厚的人脉资源 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呢 也是啊 一直保护着圣家的 那么这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啊 在1927年啊 戛然而知 这一年 北伐战争啊 节节胜利 北洋军阀呢 被南方啊 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啊 打的是一败涂地 到了1928年啊 中国国民党啊 定都南京 中华民国呢 正式进入了南京国民政府时代 那么原来保圣家的这些北洋元老们 死的死 下野的下野 反正啊 是失去了权力了 圣家的外部环境啊 也开始恶化了 民国时期 那可是个乱世 圣家是什么状态啊 有钱 但没有权 所有有权的人呢 他是有军队的 肯定啊 他们会想办法 要把圣家的钱呢 给弄过来 不管他们是用明抢的办法 还是啊 依法查封 他们一定是要把圣家的财产呢 收入到自己的囊中的 果然 到了1927年 国民党啊 开始在江苏开展 反土豪猎身运动 圣家毫无疑问 处大招风 成为啊 国民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 面对这种危机啊 圣家人都意识到 这个家族啊 很有可能 要树倒狐献散了 赶紧呢 分财产吧 就这样 在圣恩怡的提议下 圣家的五方男丁啊 决定解散 愚斋益庄 均分本金三百五十万两白银 对于圣家内忧外患的现实啊 七小姐圣爱仪啊 是动若观火 所以啊 圣家五方男丁准备分掉 愚斋益庄的本金的事啊 他并没有持反对态度 那么他是怎么想的呢 咱们可以分析一下 他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这个益庄啊 是按照父亲的遗嘱设立的 他当然不愿意看到 父亲的遗愿呢 无法实现 他一开始呢 也并没有阻止 也啊 没有想从中分钱 或许在七小姐看来啊 母亲的去世 时局的动荡 会让余斋益庄成为各方争夺的一块肥肉啊 把钱分掉啊 或许啊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啊 令人奇怪的是 既然啊 七小姐圣爱仪 一开始啊 并没有打算参与到啊 余斋益庄的财产分配中去 那么 为什么最后啊 是他把整个家族所有的男丁啊 告上了法庭呢 要说起来啊 这一切啊 都起源于十万块大洋 几十万两银子都没看在眼里的圣爱仪 为什么会为了十万块大洋与众反目呢 这场轰动一时的小姐征产案 又是什么结果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爱仪作为一个大家闺秀 最初她并不想因为钱的问题与家人失和 那么在金钱与亲情面前 她为何放弃的亲情选择了金钱 一场为争夺巨额遗产而引发的官司 又会如何发展 在明天的节目里 华东理工大学秦涛将为您讲解 民国女权第一案 兄妹谈前伤感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